消费者拿取架上的盒装咖啡胶囊 并仔细端详商品资讯 不过看一看又将它放回原位 这可能是因为旁边摆放着锁水式通膨的价格警告标志 在万物起掌民生压力倍增之际 法国连锁超市加勒福没有选择随波逐流 而是与消费者站在同一阵线 试图施压雀巢百事公司联合丽华等知名供应商 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供应合约谈判时 提升奖价幅度 事实上现在一些原物料的价格涨幅已经趋缓 然而不少商品不但没有因此降价 内容物还莫名其妙缩水 加勒福只好寄出杀手键 对这类商品贴标提示 让民众在选购时了解产品价格涨幅情况 并且希望能够借此呼吁各制造商 重新考虑他们的定价政策 不过想要这些供应商将产品降价贩售 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因为法国财政部长勒麦尔几个月前 就已经召集过75家大型零售商 与消费者团体到财政部开会 商讨降价措施 不过经过多次会议后 包含联合丽华 雀巢 以及百事可乐在内等企业 依然不愿妥协 即便如此 加勒福方面依然抱持希望 认为该公司与制造商最终能达成共识 找到最好的折衷办法 为消费者争取福祉 提供合理价格的产品 怀宇新闻学员综合报道